俄軍總陣狼破殺9萬人 俄軍火炮船室巨大 6個月內耗盡六戰重要武器 俄羅斯走向碎弱 克里米亞大橋敲響喪中 巷戰激烈阿夫迪福卡關鍵時刻來臨 荷蘭追加湖戶6架F16 10億美武器不迎如飛 2月6日烏防戰部俄軍陣狼1020日 目前總陣狼人數已突破390,500人 當然11日俄軍陣狼人數又增加1萬人 按照速度10日後將達到40萬人 俄軍不僅人員尚遭受巨大損失 俄軍裝備損失量亦非常巨大 據Oleks報道 截至週二俄羅斯已經損失了626部致行火炮 和340部牽引火炮 報道指出 根據戰略上傳回來的照片和影片 俄羅斯的實際裝備損毀程度可能更嚴重 開源情報分析人士引用衛星圖像分析指出 自入侵開始以來 俄羅斯已經從軍火儲備基地撤走大約一半火炮 這表明火炮裝備的損耗率很高 分析師指出 在戰爭爆發前 俄羅斯在其最重要基地儲存了4450部致行火炮 但現在已減失了1489部至2961部 而牽引火炮則從入侵前14631部下降到6786部 減失了7845部 分析人屑中指出 俄羅斯發射了大量炮彈 因此他們需要大量跟換炮管 但很多系統已經斷貨 不再生產 忠償所信 現在可以確定的是 戰產正在不斷消耗俄軍的儲備 只是我們還不知道要多久才完全耗盡 還有報道自尊 俄羅斯陸地作戰重要力量之一的戰車亦即將耗盡 福布斯雜誌說 哈利姆林工可能會在6個月內消耗所有戰車 因為俄羅斯的步兵戰車每月損耗率接近400部 在2022年和2023年的5倍 而且俄軍平均每日損失19部坦克 戰車、榴彈炮和其他重要武器 按照目前的速度 俄羅斯可能只有6個月的武器儲備 斜輪損失分析師安德魯·布埃圖指出 哈利姆林工沒有辦法接受這種程度的傷亡 由於新型裝甲車的生產繼續滯後 現在俄光才能夠駕駛冷戰時期的舊車輪 我現在認為俄羅斯付出的代價越來越高 車輪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 局勢緊張烏拉裏面亦沒有鬆懈 近日烏拉海軍司令奈日帕巴告訴烏拉記者戈爾登 表明克里米亞大橋的命運注定不會長久 奈日帕巴預測他將在2024年被摧毀 訪談中奈日帕巴表明了他對於烏拉重新調回克里米亞的決心和信心 戈爾登追問道是否了解如何讓克里米亞大橋消失 奈日帕巴明確表示烏拉運制度應該如何做 那麼或許暗示烏拉已經為此行動做過準備 奈日帕巴也表達出他對於行動的急切項目 強調烏拉今年可能就會有所行動 具體時間將取決於前線局勢的發展 對於未來六個月的戰局將呈現如何趨勢 烏拉情報局長布特洛夫一遲表示 照內將會出現有趣的進展 同時指出俄羅斯將逐漸結束於前線的光線 他還透露烏拉在今年制定了三個重要目標 其中之一是針對俄羅斯本土 特別是摩斯科和聖皮特寶的戰略行動 另一個目標即是克里米亞 聖皮特寶曾經是三皇帝國向西康章斯的第一個出海口 而是波羅的海的重要出海口 烏拉計劃對其實施常態化的打擊 以需要俄羅斯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 克里米亞即是三皇帝國向立康章斯的第二個出海口 是黑海的要衝 布特洛夫表示 通過對這兩個關鍵地區的持續打擊 烏拉有望需要俄羅斯帝國三個年來 在地緣政治上的努力 使他面臨嚴峻挑戰 與此當時 烏拉還計劃與芬蘭和瑞典合作 進一步加強對俄羅斯的圍堵 這系列戰略舉措 有望在地緣政治格局中 引發深遠的變化 影響俄羅斯在歐洲地區的影響力 阿富迪富卡一隻俄羅斯雙方交火最激烈的區域 血腥直度早已超過巴哈莫特 日前阿富迪富卡北交發生抗戰 俄軍在距離這個鎮入口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盤居 或第一百一十機械化旅及其附屬部隊 則在與規模龐大俄羅斯部隊作戰 Telikland 頻道對烏拉戰鬥發布消息說 阿富迪富卡的命運正處關鍵時刻 俄羅斯的攻擊機已從東北部進入該市 甚至兜過烏拉軍隊 在建築物內站穩腳跟 這意味著俄軍來烏拉的主要後勤線 只有幾百米的距離 也有識字迅 目前烏拉正從諾夫哥諾特西克以東推進 斷回了0.68平方公里的土地 並向著方以利福卡郊區前進 試圖突破2014年頓巴斯戰爭的防線 外界認為 可能是因為有烏軍第47獨立機下法律的支援 不如烏軍取得了一些進展 而且值得關注的是 他們已經將艾波拉摩斯M1A1主戰等轄 部署到前線 局勢可能很快會得到改觀 總統澤林斯基之前已證實 第一批美國援助的31部M1A1 艾波拉摩斯主戰坦克 在2023年9月25日抵達烏克蘭 大致到現在才是真正登場 利貝坦克屬於M1A1砂型 即是太小感知版本 美國的軍服約了大約650部 這個型號的坦克 M1A1砂型坦克有很多增強的功能 包括升級的激光測距離 和雜成在主炮手視線中的紅外印象儀 卻穩定瞄準器提供雙續穩定 研測距離可精確測量200至7990米的距離 裝能夠長達3,990米的彈道計算 此外 新的穩定遙控武器系統 使得探測指揮罐 可以在探測移動時使用重機槍中的精確射擊 這款彈下 還配備裝備軍追蹤中的數字控制和監控系統 有在於識別的有 外界認為M1A1出現在阿福迪福加前線 標注著俄烏戰爭進入了新的階段 要知道這裏的爭斷已經持續了幾個月那麼久 烏冠已經沒有退路 面對俄關持續進攻 必須投入重型武器力穩固陣地 此外 美國提供給M1A1艾布拉姆斯主戰塔的維護保障能力 應該亦已實現 否則 這大型裝備將需要面對繁重的維護任務和供給任務 可預計 接下来阿福迪福加的保衛戰將會異常慘烈 有消息自信 彩石場湖一帶浴勢 對烏冠來說已經惡化 俄軍控制了湖北部和西部部的所有地區 還使得接近烏冠在阿福迪福加市的補給線 南部地區 俄軍繼續向維塞萊爾東地區挺進 並控制那裡的高地 前空軍基地方向面臨被俄軍合圍的風險 烏冊新聞記者 一日報讀索夫表示 阿福迪福加局勢危機 軍隊彈弱不中 但110機械伐旅應精疲力盡 俄斯炮兵和航空兵幾乎是不間斷地工作 這裡的烏冠 兩無人機阻止俄軍前進的防禦工事已越來越吃力 有分析認為 防止的崩潰 以為阿福迪福加越來越可能 成為至去年5月佔領巴克末特以來 第一個陷落的烏克拉城市 此外 頓涅爾斯克陣亦有可能成為 俄羅斯在8個月內佔領的第一個定居點 如果俄羅斯佔領了阿福迪福加 估計會使俄軍得以鞏固巴克末特周圍的陣地 以便更好地控制頓涅爾斯克 和哈利馬托爾斯克之間的高速公路 並全面增強俄軍在頓涅爾斯克的後勤能力 同時還會加強西方學家 不再招援烏克蘭的想法 好消息 2月5日 荷蘭決定向烏克末特捐贈的F16戰機數量 從18格增加至24格 據芬蘭公共廣廣播公司報道 芬蘭南柏拉普亞彈藥工廠總監確認 炮彈產量在2024年增加5倍 荷蘭國防大臣奧洛加倫表示 荷蘭控重有勢 對反擊俄羅斯的侵略至關重要 荷蘭武裝部隊聯合部隊 姓納耶夫中將還表示 這次看待荷蘭的F16 它的導彈射程為300至500公里 將荷蘭國防軍在戰場順取得更大的成功 有助於從地人手中收穫我們的領土 至少比F16配備什麼彈藥 外界認為 鑑於英法德都沒有F16 那意味著F16還沒有使用風暴陰影或金融座導彈的經驗 烏蘭所說的300至500公里射程導彈 可來支美軍裝備的AGM-158渦10空地巡航導彈 武器方面 最近還有一個大消息值得說一說 最近五個大陸監察辦公室正式發布了一份 雲網烏但未能正確追蹤的高科技武器系統的報告 報告說 直至2023年底 美國歐洲司令部已確認至少有大約4萬件 港價約合10.05億美元的緩烏武器沒有被EUM追蹤到 這部份武器小到夜市而 帶到步兵戰車、無人機和導彈等 目前美國軍事專家建議國防部 採用DUSH的增強營最終用途監察技術 以保護關鍵的技術武器 尤其是美國援助Warn的小億高科技武器 因為這些武器是國際軍火市場上被高價追逐的目標 關於武器失蹤的問題 美國審計專家自信 胡亂並沒有正確遵循監察流程 胡亂軍方提出的理由是 人員短缺和內部物流不介 導致很多武器運到一個地方後就失去中席 外界擔心 這些武器可能被俄羅斯軍隊偷走 或者被Warn軍官私下出售 甚至被藏起來以便日後出售 美國最擔心的是如果這些武器被轉賣到俄羅斯 中國、伊朗或朝鮮等國家出售價格會翻幾倍 而且這些國家還有可能拆解這些武器進行仿造 從而構成更大的威脅 有一種解釋是 烏拉軍方希望儲備更多武器 以便日後可能對俄羅斯發動進攻 我們知道 在不同國家向烏拉軍隊提供援助時 通常會附加條件 要求烏拉不能使用這些武器來攻擊俄羅斯本土 然而烏拉將領普遍認為 要想真正擊敗俄羅斯 就必須對其本土造型攻擊 一旦戰爭爆發 西方國家可能會切斷對烏拉的武器供應 這時烏拉軍隊隱藏起來的武器 便能派上用場 當然西方國家認為 這個做法是不合理的 因為他們是提供援助的一方 而烏拉則應對援助負責任 任何不透明 不合規則的東西都不應該出現 不過具體的情況 我們還是不得而知 希望不用太久後 才能塗水落石出 好了 這就是今天的新冷智能室節目 希望大家為我們點贊 轉發我們的節目 也請點擊訂閱按鈕 並打開啟動 這樣便會錯過最新的節目 多謝支持 拜拜 ulan subt 按鈕